我刚才听你们说好多渣男 其实在我们会经常遇到 不管是渣男还是渣女 但是其实在感情方面 我们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来做一些判断的 但是非常明显的 是在财产方面会有一些判断的 有一些男孩子或者说女孩子的话 他的目的不是因为感情 就是为了钱 却是有为了财产的这种情况 甚至现在就在国内 专门有培训课程 让你如何去控制一个女孩 最终拿到钱 这种人 这种课程的叫这个老师 不会抓起来吗 有已经有被抓的了 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 就PUA就是反正这种情感控制 其实特别好破 就是如果你突然遇到一个人 跟你完美适配 你一定要小心 没有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有可能 是有目的接近你的 不要去那么的相信童话 你觉得渣男是会预见的 还是有的时候是灌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这男人的其实不渣 但我后来发现这女孩傻乎乎的 就是想对所有女孩说 就是脑子一定要放清醒一点